中央作出决定 出兵援朝 我将于10月8日 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发布命令 将东北边防军 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由彭德怀同志 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 立即着手准备 代名出发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毛主席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后 特地召开会议 并急召彭德怀回京 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 率兵援朝 对此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1950年10月19日 彭德怀带着一名参谋 两名警卫员 以及一部电台率先进入朝鲜 随后26万大军于同日 在数个渡口跨过鸭鲁江 顺利完成战役兵力的展开 并未实施第一次战役 创造了有力局面 从10月8日 彭德怀授命到大军全部出国 解耗时12天 第一次战役胜利之后 毛主席定告彭德怀 一定要注意敌军反攻的可能性 彭德怀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 抓住作战时机 适时发动第二次战役 不仅仅痛歼敌军的部分王牌部队 而且还扭转了当下局面 1950年11月1日 陈庚从越南高屏洞深返回祖国 途中他一直牵挂前方战士 回到夜晚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11月29日 陈庚回到北京之后 第一时间便向毛主席 和其他中央领导 就越南的工作做出详细汇报 随后经沈阳前往朝鲜战场 后来毛主席还曾回忆到 陈庚从越南回到北京 向我汇报圆越抗法的事情 他提出要求 想去朝鲜 我说 你陈庚就是好战 当听说跟美帝打 你就有了精神 并也好了一半 我说 那你要感谢杜鲁门了 1951年1月 志愿军出国作战 已经连续取得三次大规模战役的胜利 并将敌人从鸭鲁江陆续驱逐到三岐县周围 因此苏联驻朝大使拉索瓦耶夫和部分战士认为 美军可能准备全面撤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乘胜追击 一鼓作气将敌军赶出朝鲜 不过彭德怀却持不同意见 虽然说敌人已经遭受三次沉痛打击 但主力并没有因此削弱 后备力量依旧很强 基础装备极占优势 经过一番分析之后 彭德怀认为应停止追击 毛主席表示同意 虽然说经三次战役获胜后 志愿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士气异常高涨 但是兵员没有及时得到补充 也成为了当下的一大问题 陈庚亲自去前线看了几支部队 并在宋世伦的兵团司令部赞助了几天之后 便决定乘火车返回东北 因为当时铁路沿线常常遭到敌击的空袭 在这样的情况下 火车只能走走停停 等抵达沈阳之后 陈庚早已精疲力竭 1月25日第四次战役爆发 原本进入战后休整的中朝人民军队 于1月27日再次进入防御作战 而第一阶段的整个作战 就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 虽然底屏里战斗受挫 但依旧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战役的第二个阶段 志愿军全面利用有力地形 部署三道防线展开坚守阻击 一直到4月21日 第四次战役才宣告结束 在第五次战役开始之前 彭德怀致电毛主席 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 是一场大恶战 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 也要消灭敌人的几个师 第五次战役一开始 志愿军的重要后勤储备所三灯就被炸了 除了损失了300万斤以上的粮食之外 还暴露了军队运输以及防空力量的现状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作战后 加平对美军侧翼造成严重威胁 但间谍不多 之后美军在整个防线设置了多层铁丝网 在阵地前埋设无数地雷 同时还安放了不少盛满汽油的燃烧桶 在这样的情况下 第六十四军在进攻的过程中 被美军的火力阻住 并不能直接穿插前进 等到第六十五军的两个师前来 六万多志愿军全都被挤在 临近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 在美军密集火力持续两天的猛攻之下 造成了较大伤亡 同样这也是抗美援朝首次遭受重大损失 当时的彭德怀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大发脾气 并集电国内火速派陈庚来 总三经办人听他这样说 有些为难 但还是讲出了事情 换一个人行不行 陈司令员还在越南 不行彭德怀坚定地说道 就这样 陈庚于四月二十五日正式被命名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火到 陈庚前来火到 老总 你好老总 为了你能来朝鲜 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 这我心哪 而且总理要和老总搭起来 那肯定总理败了 那没错 没想到啊 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饱饱了 那你 你现在还真是香饱饱 这次的损失让彭德怀一直难以消气 并临时决定在志愿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 为此同志们特地在树林中搭建了一个掩壁棚 上边盖上土 并搭上树枝 这样不仅仅从空中看不到 而且还可以防止敌机扫射 各兵团的领导以及各军军长 政委相继来到现场后发现 王继山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纷纷开始讨论其中原因 可能是担心这次损失严重 彭德怀一定会找他算账 不敢前来 三兵团的领导到了之后 彭德怀亲自去门口迎接 并握着刘友光的手认真的问道 怎么没见王继山同志 刘友光听过之后 紧接着回答 没打好 他不敢来见你 彭德怀当时面容沉重 大声地说道 咱们特地召开这次会议 为的就是研究经验 吸取教训 这次造成损失 我也有一定责任 但是我们主要不是追查责任 而是反思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些 彭德怀的这一番话 让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 但玄哲的心 依旧不敢完全放下 因为他们都知道 彭德怀是出了名的眼力 面对失职行为 他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总结完经验和教训之后 彭德怀当着众多军长 以及政委的面 点名时军军长维杰 并开门见山地问道 维杰 你们那个180师 是可以突围的吗 你们为什么说 他们被包围了 他们并没有被包围 敌人只是从他们后面过去了 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吗 后面没有敌人 中间也没有敌人 晚上完全可以过去吗 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 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 把密码烧掉的 当时的维杰听过之后 一言不发 彭德怀见状更加生气 随即追问道 你这个维杰 军长怎么当呢 命令部队撤退时 你们就是照转电报 为什么不安排好 彭德怀说完之后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维杰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他也知道此时的辩解 已经十分苍白 不论说什么都已经难以挽回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只能沉默不语 但迟迟得不到回应的彭德怀 更是大发雷霆 洪学志当时也有些着急 想主动帮忙劝说一下 但又怕火上浇油 这时他看到了坐在门口的陈庚 便直接说道 陈司令员 你说几句吧 他们都知道 陈庚资历深 要是他主动帮忙的话 彭德怀应该不能说什么 而陈庚心中也早有想法 站起来笑着说道 老总 咱是不是该吃饭了 肚子都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彭德怀听他这样说 瞬间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看了看表 瞬间他的台阶下好 那咱们就先去吃饭吧 就这样 陈庚的一句话 顺利替大家解围 并亲自前去看望王继山 这么热的天 你关着门给谁写情书呢 王继山转头一看是陈庚 便直接将笔放下 大声说道 陈司令员啊 都啥时候了 你还拿我寻开心呢 陈庚知道他在写检讨 便瞬间收起笑容 继续开口 你这个王疯子啊 过去打仗是只老虎 现在怎么变成熟了 连彭老总都不敢去见 王继山听过之后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五是不敢见 是没这个脸啊 你是旁观者 你不明白我指挥上 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我讲你就能承受得住 陈庚如实说 王继山直接开口 你也是我的上级 上级批评下级 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你就放开骂我一顿吧 这时陈庚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 语众心长地说道 我们都是吃刘邓饭的 继山啊 打定讨你是尖兵 千里越近大别山 你是开路先锋 这次朝鲜回撤势力 主要是指挥不当 你太麻痹了 太轻敌了 彭老总已经替你承担了责任 你要深刻地想一想 王继山听过之后 认真的说道 你的批评我接受 但我哪还有脸去见彭老总呢 这时陈庚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你可以这样吗 你要是不敢去见彭老总 就直接去北京找毛主席请罪 同时将检讨书交给彭老总 王继山听他这样说 终于露出笑容 对 我负经请罪 还是老领导你办法多 打不赢想谈 好啊 那就谈吧 跟美国人谈判 咱们可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 心有灵犀 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1951年下半年 朝鲜战场的战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一带 而美军也表示愿意谈判停火 在这样的情况下 和平解决朝鲜的问题曙光已经出现 志愿军最高指挥部队开始商量 由谁作为代表前去谈判 当时大家都一致认为 彭德怀作为总指挥 应该坐镇志愿军司令部 继续主持作战 因此他们都纷纷推荐邓华作为代表前去 但当时的邓华却直接说出了心中想法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外交 不知怎样对待 我看还是换个懂外交的同志去吧 我看还是陈司令员去吧 你是老资格 蒋介石都怕你 老美更没什么说的 你不是参加过停战谈判吗 正好 陈庚笑了 今非昔比 如今我这身体脑子都不如从前 拄着拐让人家看笑话 就这样 邓华也不好再推辞 便直接答应下来 1951年10月之后 陈庚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回国接受治疗 一直到1952年3月才再次来到朝鲜 他这次是为了替换彭德怀 战场上的生活可谓是异常艰苦 彭德怀不仅仅整日忙的不可开交 而且还犯了慢性长颜的老毛病 再加上头部又生了一个瘤子 大家都十分担心 并建议他尽快接受治疗 但彭德怀却不以为然 坚持继续工作 不碍事的 都是些小毛病 后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 让彭德怀马上回国接受治疗 陈庚健壮拿着电报 来到他面前笑着说道 中央来电催你 难道你还敢违抗吗 在彭德怀动身之前 特地和大家交代道 我回去之后 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 都有陈庚同志代理 他是老党员了 资历比我还深 你们定要全力配合他的工作 这时陈庚开起了玩笑 我在志愿军中的资历 可没有洪学志同志老偶 我还是后来的呢 洪学志听过之后 看着彭德怀认真地说道 你就放心吧 我绝对服从他的指示 没什么服不服从的 你把后方管理好就行 陈庚如是说 彭德怀点头表示肯定 和陈庚握手告别之后 便返回祖国接受治疗 虽然说彭德怀和陈庚性格迥异 但也早已建立深厚情谊 他们二人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做出了不少贡献 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